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城市被全面封鎖 會是怎樣的感覺呢 來自美國的Diana 提到媽媽忍不住哽咽 而受困在武漢的美國人 當然不止他一人 受到武漢封城的影響 當地外籍人士仿佛被放生 十多人自拍影片吐苦水 而美國政府也已經宣布 將於28號安排包機撤離在武漢的美國人 同時法國和日本也正在沿你跟進 而在武漢當地 當局臨時蓋的一間專制肺炎病患 可以容納一千張病床的火神山醫院 而且才經過四天四夜趕工首間病房 據傳就已經蓋好了 我們眼前的是極端通俗的病房 尷尬的是火神山不夠用 因此當局火速決定那就再加蓋一間 雷神山醫院的施工人員呢 是在25號的18點30分左右正式進場 那麼一千多名工人分兩班倒 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施工 新的雷神山醫院預計2月5號完工 可以再額外新增一千三百個床位 肺炎持續擴散 能離開的人幾乎都巴不得趕快逃離 離不開的只好把自己給關在家裡 想辦法熬過這個漫長又絕望的春節 在地新聞 王顯瑜報導 在地新聞 王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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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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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